他家用220伏电源 打开开关不用气 只需要安装一盘汉丝 装上汉丝非常简单 首先检查送丝轮 送丝轮有1.0 有0.8 装1.0 1.0朝外 装0.8 0.8朝外 再把扣子扣好 然后安装汉丝 先把汉丝手找到 汉丝手朝下 把汉丝盘放好 先放隔板 再放弹簧 再放铁片 最后螺丝拧上 螺丝特别结实 秒上三串就行 秒完之后 汉丝履直 把汉丝从下面 往里面穿 经过送丝轮 接着向后穿 穿进去以后 亚丝轮放下来 扣子抬上去 汉丝安装弯槽 拿起起薄焊枪 护动扳机 汉丝盘就穿 到汉丝送的枪口 新手就可以秒张手 可以看方管 远管 独心管 脚铁不锈钢 龙鸡龙鸡 龙鸡都能焊接 工作效率高 不用接气 汉丝出来以后 可以把前面 用老母权剪掉 留上五毫米 或者说扣子放下来 汉丝往回收 然后扣到扣子 接下来直接焊接 电焊 连焊都可以 工作效率高 不用接气 还能使用电焊 功能一键切换到电焊 拿起手工焊法 3.2 2.5焊 总连焊 还可以使用 哑巴焊 一级三用的焊机 每天晚上8点直播 请不吝点赞